嗨,我是Hamsung Liao, 廖帥 今天要帶各位去吃台中吃的文化美食 就是大麵羹 台中人吃大麵羹都當成早餐再吃 就像彰化早餐會吃焢肉飯一樣 而今天這三家大麵羹是我精挑細選 我覺得最好吃的三家大麵羹 大麵羹它是用麵、大麵加鹼下去製作而成的 所以有些人會覺得說很怕鹼的味道 而今天吃的大麵羹裡面有鹼味比較重的 也有比較輕的 就跟著我廖帥Hamsung Liao去看看囉 嗨,我是廖帥 今天你吃大麵羹了嗎 今天我們來到台中市模範街的大麵羹 這一間大麵羹是台中市我比較喜歡的其中一家 而且這裡的大麵羹有分大碗、中碗、小碗 你要什麼樣選擇都有 而且它還有速食的選項可以選 而且價錢非常親密 大麵羹大碗的我看一下 只要四十塊 中碗的三十五、小碗的三十 而且它們只有開早上而已 如果來台中市可以嘗試看看 這間模範街的大麵羹 我為各位吃一下它感覺怎麼樣 這大麵羹的鹼味沒有到很重 不過因為它有加什麼呢 它有加肉燥飯裡面 有加了肉燥大麵羹吃起來就不會這麼的死線 因為通常只有菇菜跟菜脯 加了肉燥的時候就變得很好吃 非常有古早味 這間料給的非常多 不管是菜脯啊、肉燥啊 而且它肉燥是不肥瘦的那一種 菇菜啊 這一碗CP值非常高 走吧,我們去吃下一家吧 嗨,接著我們來到哪裡呢 我們來到台中市櫻財路大麵羹 這一家 台中市最有名的是這一家 外來客也很喜歡來這一家吃大麵羹 因為它做的真的是非常久的歷史 它有Kanbang其實寫五十年了 觀光客最愛來的地方 我們去吃吃看看嗎 台中市櫻財路大麵羹 我整個人第一家�� 大麵羹 長江湖 一個禮物 Meh 不tar派 一個流星 哪給他來� 傻辫 它 federal麵羹 又吃不大 一家 teddy 日 flo 這家非常非常有名,而且它小菜很多 你看它的托盤是用什麼做的呢 是用鐵的烤盤做的一個托盤,超可愛的 這家我們試試看它的湯頭 這家它沒有放肉燥,它放是油蔥酥,自己炸過的油蔥酥 而且它菇菜好像比較小段,菇菜很脆 這家一碗是30塊,它比較小碗一點 這間大麵可能減味就非常的重 減味啊,減這種東西啊,通常是用來發麵條用的 大麵根如果你夏天來吃的話,你會很想吃 超熱的,流汗流的全身都是,還要吃大麵根這麼燙的食物 冬天吃我覺得比較剛好 這家麵的麵條很厲害,這邊大麵根啊,雖然啊,大麵啊,胖龜胖啊,不過啊,非常的Q度,很好吃,QQ的 好,我們去看下一家吧 好,我們去看下一家吧 現在呢,我們來到公園路跟山明路,有一間大麵根,這家大麵根啊,在台中市也非常有名,還在中華夜市這附近 它主要啊,是菇菜,跟油蔥酥,油蔥酥裡面啊,還有加一些蝦米做提味,它就沒有放菜脯 總之大麵根啊,通常都說要配小菜,小菜點一堆,點一兩百塊,然後大麵根一碗三十塊,然後配著吃,超聰明的 用小菜啊,拉高客單價,然後賺到很多錢啊,我覺得這一點啊,台灣人非常聰明 有時候一碗滷肉飯三十塊,大麵根三十塊,點個小菜,點了兩三百塊 超好賺,而且尤其是小菜,滷味啊,真的利潤非常好 大麵根呢,基本上如果你不常吃的話,你吃不出來它的什麼變化性 你會覺得說,它長得都一樣啊,都一樣啊,大麵根啊,台中比較有的東西啊,吃起來都一樣啊 這樣講也是啊,就差佔它的配菜啊,以及它賣的價錢 不過呢,大麵根都是老人家在吃的,年輕人不會吃大麵根,因為他覺得這沒什麼好吃的 吃起來,沒有想像中那種好吃的感覺,在地文化也是很重要的 不過啊,吃大麵根還有一個重點,就是要加冬犬辣椒醬 加了辣椒醬之後的東西啊,根本就是哇,三天吧 整個味道又不一樣了 台中冬犬辣椒醬真的很厲害 非常好吃 大麵根啊,炒麵啊,胡蘿飯啊,多加冬犬辣椒醬,才會好吃 今天啊,我們以上所吃的三家大麵根,是我心目中覺得台中市好吃的三家 你來台中市玩啊,一定要吃吃看這三家的大麵根,非常的好吃 也不能說好吃啦,就是一個在地味啦 過這個村,沒這個店 記得啊,來台中市一定要吃吃看,在地的大麵根,好滋味喔 掰掰